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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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我从来都没有想像过 一个人的世界观 可以在一瞬间瓦解 过去二十多年的认知 信念系统变得支离破碎 这些碎片 没有办法再重组 三年多之前 我经历了人生在黑暗的时刻 我从来都没有如此强烈地 真真正正地感受到 这种好像地震般的震撼 有时看着其他人 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分离感 有喜欢第三身视觉 看着这一切的感觉 大部分的人都很无意识地活着 他们只是相信 由一出生开始 这个世界编程他们的信息 和认知 他们就好像环境的产物 这个社会逼着人 好像动物一样生活 身处欺骗而不自知 他们只会安手本分地 跟着剧本演下去 累生累世 不断被奴役 甚至可能去到死亡 这个肉身消失的那一刻 都没有闭大眼 看清楚这一切一切 在很久很久之前开始 我已经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球 很格格不入 是去到好像精神分裂的状态 有时跟其他人说话 我就好像分裂了第二个人格 去应对这些日常的交谈 有一段时间 每当我和其他人日常交谈的时候 都会好像将我从一个传示者的角度 再次拉回到这个举阵里面 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懦夫的社会 绝对害怕一切 害怕人家怎么想 害怕了一个诚实的人 恐惧是他们吸食你的能量的源头 是他们控制人类最强的武器 因为恐惧养活了举阵 当你赋予自己的权力 克服恐惧 就是你开始自由的时候 你必须提醒自己 你不能带走你的记忆 想法和感受 它们只是存在你的大脑里面 终有一天 它就会像一部电脑那样关闭 不会再重新开启 由我们来到世界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被告知我们是谁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实上是些什么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同伴 哪些是对 哪些是错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是程序和编程 你要决定自己的现实 而不是由这个系统去决定 是时候要记起真正的你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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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是故障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